这个机器人用融化的黄金 在男人胸前焊了个圆圈 接着磨平他的牙齿 用激光清除指纹 这就是贩毒组织黄金圈的入货仪式 而今天 是蛋哥担任王牌特工的第二名 在街上他碰到了叛徒平头哥 直接就把对方丢进车里 立刻搏斗起来 谁知对方有把机械臂 将子弹全部当下 接着司机被误伤身亡 车子就失控撞上了十吨 平头哥直接断臂飞出车外 眼见敌方支援赶到 蛋哥一个平行飘移 成功跑路 随后他开进树林 发射火箭弹炸毁了敌人 接着他憋住呼吸 把车开进了湖中 谁知这车也是高科技 居然能够在水下航行 最后蛋哥进到基地 成功脱险 但他不知道的是 车里留下的机械臂 却坏入了特工学院系统 获取了所有特工的信息 结果一发发火箭袭来 整栋特工学院都被炸成灰机 一眨眼攻击 王牌特工全被消灭 幸好蛋哥和特工没临出了门 果过了一截 英国的特工只剩他俩 要想找出幕后黑手 他们必须寻求帮助 两人远赴美国 找到了那里的联邦特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还在美国基地里 发现了死去的特工科书 联邦特工表示 上一次的教堂菩萨中 他们发现了异常的音波 便在科书被射杀后 赶到了那里 并利用先进的熔胶技术 修复了脑组织的损伤 这才得以保住科书一命 但副作用则是失忆 现在他对于面前的老友 丝毫没有一点印象 但好在弹哥利用一只相机了 科书死去的爱犬的小狗 成功唤醒对方的记忆 只是偶尔还会出现幻觉 打个架都不如以前威风了 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 特工们发现 叛徒平头哥极有可能加入 贩毒组织黄金圈 这个男人获得了比东冰 更厉害的机械臂 他拿起保龄球轻松一扔 整面墙壁直接砸出大洞 而给他机械臂的女人更不简单 他是贩毒组织的老大 人称毒波比 别看他一脸和蔼可亲 狠起来可是能把人丢进绞肉机 炸成肉饼直接给小弟吞下 与此同时 全世界开始有人在身体上 出现了一道道蓝色的皮疹 联邦特工断定 肯定是毒波比下的毒 可为什么一个贩毒组织 却要让顾客中毒 这不是砸自己生意吗 谁知这时毒波比控制了全球电视 表示中毒者 会在几天内进入四个阶段 先是患上蓝色皮疹 接着病毒进入大脑控制心智 最后全身麻痹直到死亡 第四个阶段 则是利用解药治愈 但要想获得解药 政府就必须让毒品合法化 毒波比和员工也得获得盛免权 否则就会有上百万的人死去 总统也很激烈 他立刻答应条件 并把所有患上毒瘾的人 关进铁笼集中关押在一起 这样一来 国家还能解决一批社会败类 而联邦特工这边 他们通过窃听评头哥和女友的对话 得知了雪山基地上存有解毒剂 随后蛋哥科书与联邦特工红毒蛇 立即赶往雪山偷出解药 科书先是打晕监控室守卫 蛋哥红毒蛇则前进基地内部 伪装成顾客偷出一瓶解药 尽管还是被平头哥发现 但两人早已坐上缆车逃脱 谁知对方居然能控制缆车 将两人甩得头晕眼花 这时红毒蛇利用电边割开玻璃 切断了缆车 接着缆车从雪山上蒙的滑下 眼见就要砸到山下疗养院 蛋哥及时拉出降落伞 成功保住了老人的一命 随后三人在小木屋会合 但就这时敌军赶来 红毒蛇为了保护蛋哥 却不慎打烂了解药物 现在特工的装备有多高科技 红毒蛇掏出高压电边 直接就把人切成两段 一瓶瓶无奇的香水 却是一发手雷 将敌军都炸成了蓝色雕塑 谁知这时 科书猛地把红毒蛇抱头 蛋哥人都傻掉 他立刻用绒胶绷带 保住了红毒蛇 而看在老友份上 他隐瞒了红毒蛇的死法 并让特工赶来救援 但雪山基地的解毒剂 全被炸毁 为了拯救全世界 特工必须另寻办法 很快他们就找出了 头目毒波比的总部 蛋哥科书与梅林立即出发 三人埋伏在总部外头 谁知蛋哥却一脚踩中地雷 梅林掏出冰冻喷雾冻结地雷 接着一把推开蛋哥 自己踩了上去 并让两人抓紧去完成任务 蛋哥很难过 科书也向他表示敬物 眼见自己活不了 梅林大声歌唱 将守卫全都引过来 愤怒的蛋哥两人立即发起进攻 他们打开防弹雨伞挡下炮火 接着拿手提箱机关枪 一顿猛射 再切换成火箭弹模式 直接堵住炮兵炮口 这时机器人举着榴弹出现 眼见蛋哥要被命中 科书立马用雨伞射出缆声 将榴弹抛了回去 炸烂机器人 两人进到总部 平头哥带着解药箱逃离 蛋哥连忙冲上去追 而毒波比则派出机械犬 来对付科书 面对换上强劲机械臂的平头哥 蛋哥自然是落在下方 尽管被打得够巧 但他还是利用小天才手表 黑入了机械臂 这才得以成功制服对方 拿到解药箱 科书这边被机械犬逼到美容室 他抬头看到一波融化的黄金 直接就倒了上去 此时麻烦只剩大反派毒波比 只要逼他说出解药箱的密码 就能拯救全人类 见毒波比不服从 便以毒攻毒 将他研发的毒药注射进了他的体内 毒波比开始犯灵 直接就说出了密码 最后他就这样死在了自己手上 两人刚想打开解药箱 谁知成功康复的红毒蛇 却用垫边套住了科书 原来他的妻子曾被毒贩杀害 自此都很痛恨染毒者 所以他才不想拯救那批染上病毒的人 接着科书给蛋哥使了眼色 两人立即反击 最后一番配合下 红毒蛇被丢进绞肉机 直接榨成肉泥 解毒计成功送往世界各地 全人类再次得以拯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王牌特工黄金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